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的格林纳达 阿富汗 伊拉克 利比亚 叙利亚等都是如此 但是这个也有例外 最典型就是古巴 古巴从国立开始就一直反美 是最激烈的反美国家 而且美国也十分痛恨古巴 但是为何却一直不敢发动战争呢 真实原因有三点 古巴是加勒比海国家 主要由古巴岛组成 国土面积十一万平方公里多到 人口才一千多万 整个就是一个小国 其实从近代历史来看 古巴跟美国那是有很大渊源的 因为近代美国就只有三块殖民地 古巴就是七一 美国统治了古巴很长时间 但是古巴最后革命鼓励 一直奉行反美地策略 尤其是冷战时期 古巴倒向苏联 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 差点引发世界第三次大战 而且此后 古巴一直反美 是拉丁美洲的反美先锋国家 一直跟委内瑞纳 哥伦比亚等过一起 反对美国 经常骂美国 可以说比中东其他国家更反美 那位和美国将中东打了个遍 却一直不敢动古巴的 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 关塔那么军事基地 其实古巴虽然反美 但是美国在古巴留了杀手锦 那就是在古巴领土上的关塔那么军事基地 这个基地是美国最大海外军事基地之一 拥有完备的军事力量 所以 古巴整个国家的一举一动 都在美国军事力量的完全监视之下 美国根本就没有必要对古巴动手 因为一旦有是一个关塔那么军事基地就足够了 这是美国这么淡定的原因 第二 后院理论 美国一直将拉丁美洲 包括加勒比海看作是自己的后院 而按照世界后院理论 那是不允许任何国家在自己的后院发生战乱的 包括我国也是如此 所以 即使美国想大 也不愿在后院动手 因为打了一个 产生的后果非常严重 后院的国家可能联合起来反对美国 到时候美国的地位更加的被动了 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 而且古巴在美国的后院中影响力太小 又没有啥资源 经济的价值也不大 基本上没什么油水可以捞了 打了就更不值得了 第三 离美国太近 我们看到古巴离美国的位置 实在是太近了 这么近的距离 一旦发生战争 战火很可能直接烧到美国本土 这也是美国建国以来不愿看到的 当年日本打了下夏威夷 美国至今耿耿于怀 现在美国更加不愿意自己南部核心区卷入战火 而古巴拥有打了美国南部的导弹 一旦打了起来 古巴不可能不打美国本土的 这也是美国不敢打的重要原因了 所以美国确实不敢打古巴 即使古巴再怎么闹腾 再怎么反美 美国也终究不敢打 探 旧历史真相 发现背后故事 对待历史 必须较真 更多精彩请关注 还原历史背后真相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